近日38岁韩国女演员孙艺珍被曝疑似有固定的交往对象 且不是一直被传绯闻的玄斌 仅仅过了三天玄斌的疑似恋情也曝光了 有网友发帖说玄斌目前交往的新女友是女团爱豆出身的女演员吴连旭 两人曾在2016年有过合作 一时间爱的迫降CP粉连塌了两座房 玄斌迷媚马苏在社交平台感慨 只要我不看热搜我的房子就不会塌 还配上了一张网络塌房热图 喜欢玄斌的女演员还真是不少 之前张雨琪也曾公开示爱玄斌晒出了和玄斌合照 其实是用别人的合照批的 张雨琪还曾被拍到手机屏保都是玄斌和自己的硬合照 最新女孩这波操作实在太牛了 玄斌从一出道就被认为是韩国国民男神 还有不少粉丝封他为第一帅哥 出身教师家庭的玄斌 父母的良好家教让他有一种从容淡定的气质 上学时他的名字还是金太平 同学们喜欢亲切地称他太平盛世 从小酷爱运动 无论是游泳还是足球都非常好 是同学们心目中的体育和学习都很不错的模范生 且平时言语不多 当时的玄斌立志成为一名威武的警察 父母也希望他可以报考警察大学 玄斌和表演结缘是在高一时 在几位学长的说服下参加了课外戏剧班 当他在舞台上听到了掌声响起的时候 他萌发了成为演员的想法 因为此时的他可以体会到从未有过的兴奋 对于他的转型 父母并不同意还坚决反对 他只能一边瞒着父母参加戏剧班的学习 同时对父母软磨硬泡 终于在两年后说服了双亲 顺利考入中央大学戏剧系 玄斌表演很执着很投入 大学里排练戏剧期间 他每天除了排练还是排练 一天下来腰酸背痛 2003年有人把他的照片放到网上 林家男孩的神情 俊朗的五官让他在网上迅速走红 之后被星探发觉 接连出演了KSB电视剧保镖 和MBC校园情景剧Nonstop 4 戏份虽不多 但玄斌的外形却给观众留下了印象 2004年 他在MBC迷你剧爱尔兰出演一个温柔体贴 懂得包容的保镖江国 玄斌清纯外表下略带着一丝青涩 尤其是严峻外表下的温柔眼神 让他散发着让人着迷的魅力 玄斌本人也人气爆棚 成为了当时最耀眼的新星 出道两年后 他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的名字叫金三顺 超过50%的收视神话 使得他大红大紫 在剧中他饰演受过感情创伤的酒店社长 玄振轩 爱上了既不漂亮身材也普通的金三顺 他成为了风靡全亚洲的优质偶像 即使成名后 他也努力尝试开拓自己的路线 2006年 在电视剧《雪之女王》中 蓄气胡须变身颓废拳击手泰雄 这样的转变 开始让很多粉丝难以接受 24岁的玄斌和成书造型 乍一看有点违和 不过细细品味却绽放出别样的风采 就在这一年 玄斌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黄志贤 年纪相逢的两人很快开始交往 之后玄斌在自己的网站上大方承认了恋情 且得到了粉丝的祝福 2007年3月 黄志贤参加自己担任主持的节目时 首次公开承认了和玄斌正在交往的事实 2007年5月 玄斌所属经纪公司的工作人员透露 从第一次报道两人交往消息时 两人关系已经开始动摇 且两个月前就已经分手了 有知情人士透露 玄斌和黄志贤交往是在刚完成 《我的名字叫金三顺》的拍摄之后 持续了大概一年时间 也就是从2006年3月到2007年3月 在发布会上 两位曾正面回应过这段绯闻 玄斌说 答应出演这部剧是因为两人私下关系很好 像跟想要合作的演员拍摄 孙逸珍德表示 因为一直希望能合作一部浪漫剧 两人都表示完全不受绯闻的影响 但是这样的回应依然不能阻止粉丝 大家仍抱有希望 觉得两人在现实中是一对情侣 除了和孙逸珍的绯闻外 还有一位绯闻对象是玄斌的前女友宋慧乔 尤其是在宋慧乔宣布和宋忠基离婚后 这样的消息就更多了 当时在两人合作的剧播出后 玄斌说如果男主角是现实中的玄斌 会愿意为女主角做一切 说宋慧乔一切都很完美 是自己的理想型 完全不顾当时很多CP粉都在盘算着秘密花园中 她和何志愿 有网友爆料 玄斌在退伍后谈到前女友宋慧乔 说自己后悔分手 分手后的宋慧乔说 自己喜欢更慢一些的男人 玄斌在服兵役后也备赞更慢了 还有人说 宋慧乔之所以和宋忠基结婚 是因为对方和前任玄斌非常像 离婚后宋慧乔晒出的照片中 戴着的项链上有HS 这两个字母很像是两个人名字的缩写 宋慧乔在INS上晒出丝叶草 在爱的迫降花絮中 玄斌曾小心翼翼把丝叶草收在剧本里 宋慧乔的闺蜜曾在INS上 发了宋慧乔和玄斌主演的电视剧《奥斯特》 配文意味深长 艰难的爱情啊 种种迹象似乎说明了 两人很有可能已经复合 不过宋慧乔方在今年7月正面回应了传闻 否认宋慧乔和玄斌已复合 宋慧乔经纪公司称 中国媒体一直展开着想象的翅膀 对于宋慧乔的近况 相关人员表示正在讨论着各种作品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再看看这位玄斌 目前被曝光的绯闻女友吴连旭 很多人知道她都是因为花游记 其实她是女团出身 15岁时以组合LUA成员身份 当时的一名是吴延淑 她随组合发行迷你专辑以歌手身份出道 第二年出演青春喜剧 玉琳的成长日记 正式转型演员 虽说她是爱豆出道 可是影视作品还不少 2014年因为周末版来了张宝丽 获得第七届韩国电视剧大奖 最佳女演员奖 和MBC演技大赏 长篇联系剧女子最优秀演技奖 2016年因主演的水母剧《回来吧大叔》 获得SBS演技大赏 奇幻剧部门女子优秀演技奖 团队另一成员全惠斌 在KSB节目Happy Together 3中提到了吴连旭的美貌 团队中吴连旭总是很投入 而且她真的很漂亮 当时大家还称她为小惊喜善 从节目中公布的她16到19岁照片中可以看出 不但清纯肃静 五官也很出众 出道后 网友发现她撞脸了国内女团成员宋茜 在这次被公布恋情后 有人发现她和玄冰前女友江素拉也非常相似 因为被传撞脸了大半个娱乐圈 她面临疑似整容的传闻 对此她表示自己是纯天然 我的脸有时间倒流的感觉 朋友们也说 我现在比以前年轻很多 在和玄冰疑似恋情曝光前 吴连旭唯一公开的 是和比自己小两岁的金饭之间的恋情 2018年3月 双方的经纪公司公开承认了两人在交往 通过熟人认识 自然持续接触 最近开始交往 目前正在相互有好感的基础上 逐步增进了解 不过在年底 两人就结束了一年不到的恋情 恢复为普通同事 金饭因电视剧花样男子 成为炙手可热的男演员 他和同居的演员李敏昊 是很好的朋友 两人从2009年至今 已经有了11年的友情 既是工作再忙 也会抽空见面 金饭在拍摄《九尾湖传》时 李敏昊会送上应援餐车 兄弟情可见一斑 2019年 吴连旭和安仔贤 一起合作电视剧《有瑕疵的人们》 当时安仔贤和俱慧善 因为离婚闹得沸沸扬扬 俱慧善说 安仔贤有外遇 就是正在合作的女演员 吴连旭第一时间发声明否认 安仔贤也在拍摄现场 向吴连旭道歉 这件事才算是过去了 玄斌的三位前女友 黄志贤 宋慧桥和江苏拉 其中宋慧桥已经结婚又离婚 江苏拉也已经结婚多年 而且玄斌距离上次恋情 已经有近三年时间了 粉丝们还是希望 能有心疼她的另一半出现 吴连旭的外形还是非常渴的 有小金喜善的称号 吴连旭出道后 作品颇受关注 她也很有异性缘 曾否认和金文希在恋爱 她和玄斌前女友江苏拉很神似 就知道她应该是玄斌喜欢的类型 如果这段恋情属实 大家不妨祝福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